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时捷20系列 哎呀 我刚刚没看到 好精彩的VCR 好的 我们在看到了1号男嘉宾的个人资料之后呢 女嘉宾可以做选择了 3 2 1 好 那么现在场上还有四盏灯是为你亮的 接下来呢 我们听听她的朋友是怎么评价她的 来 一起看一下小屏幕 其实吧 我觉得怎么说呢 陈明这个人呢 就是对女孩子还是挺大方的 我得说说咱们对男生啊 最大的缺点我必须得说了 对咱们大老爷们太抠了 上次我让她给我买个水 她前面解释了5000多汉字 这叫一费劲的 来 女嘉宾 听了这一段介绍之后 请做选择 3 2 1 灯全灭了 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 嗯 我有问题 我是想知道那个女人跟你什么关系啊 刚那个影片里面的女人啊 对啊 那是我前女友 哇 那是什么红手呢 因为我没给她爸爸买的 感谢刚才出镜那是前女友的爸爸 好吧 那我们的节目规则就是这样的 现在灯全部灭掉了 你也不得不离开我们的舞台 又来了 来这么快 我想说 我还是要非常 非常感谢 遥宁的所有好朋友们 感谢全国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我是一个相当有风度的人 虽然八位美女没有选择我 我在这边也要祝福你们 谢谢 好的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八位女生请把你们的灯亮起来 接下来让我们迎进第二位嘉宾 有请 来我们有请这位男嘉宾 为什么穿雨衣来 我二位下雨了吗 今天为什么要穿雨衣 因为今天是征婚 有八位美女等我选 所以说我就选择我 我家里最有杀伤力的衣服 我穿来了 谢谢大家 不是我就求求你们赶紧 放个歌给它整下去吧 他在这咱谁都遭罪 好不好 可是你这件衣服有杀伤力吗 这件衣服相当有杀伤力 雨衣里边更有秘密 谁 秘密出来 上里面干什么去 不是那个秘密 哪个秘密 那个是个秘密 你终于说出了我和陈维迷的心声 大伙想看到这个秘密 给我掌声鼓励 请看大屏幕 自己就抱墓了 去吧 大家好 我是王 江湖人城小任达 我的爱好是 拳击 草布 还有 雅梁 还有更加难度大的 我喜欢 杠铃 阿 好 好 回来 我 马上 我 李 杨铃 水泰浪 子 与杨铃 以杨铃 我 他 他 他 这 不是 我就求求你们赶紧放个歌给他整下去吧 他在这咱谁都遭罪好不好 现在八个全灭灯了 按照我们的规则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 今天是我一生当中最伤心的一天 因为八盏灯全部没电了 好的 接下来马上迎进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男嘉宾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我们欢迎上男嘉宾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叫费正祥 我今年的年纪是 你们看得像多大就像多大的 刚才你的这首歌名字叫什么 刚才唱的这首歌是我们新版西游记的主题歌之一叫西游歌 在这边问你话 那这首歌就代表了你参加了西游记的拍摄 是 我参加了 在里面扮演苏悟空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怎么他们就找你演了苏悟空呢 因为他们说我个儿像 这身材像 想让我演唐僧 没有陈思万帅 让我演猪八戒 我说现增肥我来不及 让我演沙僧 你刚才也说了词太少了 实在没得选 只能演苏悟空了 不是 关键苏悟空 人家是有功夫的 你可以 我也有啊 展现一段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大家两会儿吧 太不称手了 那接下来看好了 八位女生做出你的选择 选一位作为你的心动女生 我有一个请求 眼神不太好 我能走近点看吗 你不演孙悟空呢 你怎么演这不太好 是演孙悟空 但是我 我比别的孙悟空 刻苦 啊 别的孙悟空在那个 八卦炉里 都练了七七四十九天 你呢 我 我练多了 我七八五五十六天 被烧的 彻底 熏瞎了 行 来 那就 给你这个特权 真的啊 谢谢 你凑近点看 我戴上眼镜看 你还戴眼镜看 证真 都都看你看 你还约真 轻一名的去拿大鹏的眼镜来 你戴我这个吧 行不行 你有啊 嗯 在这边 你是刚才对着眼镜喊了吗 大 大 大 叮叮 大 来 选择 不许说话 这俩是拖吧 变滑 但我认识你 你老公跟我是朋友 这姑娘不错 这姑娘长得太稀罕了 这皮肤多好 倍滑 你要不你摸摸 真好 什么啊 你整个大破球在那摸半天 上面全秀 那是球啊 我这眼神不好不跟你说了吗 你看看我 谢谢你过来领我 妖怪 我打死你妖怪 你别跑 你这个妖怪 我找了你好几天了 来来你回回 你听大王的 三师弟这是 杀僧了你这 这脸真够长的 就这样的送午后 能走到西天去吗你们 来吧 选择一位你的心动女生 写在体板上 来写完之后呢 展示给我们的观众看一下 哎呀太不巧了 我来想的一样 真的吗 你也是吗 现在就展示 一样一样 给我们观众看一下 观众看一下 你看 观众都同意了 好嘞 那么我们的女生 在看完了她刚才的表演之后 请你们做出选择 三二一开始 琪琪为什么亮着灯 我现在真的是 心脏不停的跳动 因为她刚刚的动作 实在是太帅了 而且我这人没什么爱好 从小就喜欢孙悟空 她又特别像孙悟空 悟空哥哥 虽然 你坐下坐下 坐下说话 没有我必须站起来才知道 你看 你坐下 对 虽然说你个子实在是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坐下 但是呢 因为看到你的这个动作 和你的长相 我特别想做你的紫霞仙子 悟空哥哥 你帮我带走吧 别着急 四号蜡梅 你为什么灭灯 我刚才看到她的表演吧 感觉像在耍猴似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地吧 又不是动物园 它这个猴 我本来呢 就不是很喜欢猴 这猴呢 更何况它还是个看不见的猴 我觉得就算了吧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段 大屏幕VCR 更多的了解一下 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三号男生 费振湘 谢谢 简单解说 我就是现在 传说中的好男人 三号 不求烟 不喝酒 不赌博 是 但同时呢 我也是三无男人 无房 无车 无票子 我现在呢 在一家专业的技术学院 做老师 大家知道我教什么吗 我教营养学和按摩学 下面有请我的学员 闪亮登场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学按摩吗 因为 因为 我的父亲 就是一个 出色的按摩师 我现在 唯独的梦想 就是为我 未来的那一半 每天按摩 两个小时到永远 谢谢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 说是三无男人 对 无钱无房无票子 其实我觉得你是四无 无眼神吧 我们八位女生 请选择 来 春花为什么灭掉她的灯 这么一个珍贵的男孩 我就是觉得她太珍贵了 这样珍贵的人 应该一辈子珍贵下去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菲正祥 现在场上还有两位女孩 愿意为你亮灯 我想问一下一号托 你的灯为什么还亮着 我想按的这个扭坏了 啥托 那个只有一盏灯亮着迎村 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还在坚持 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 然后悟空哥哥歌声又那么好听 那你要是特别想唱歌 我还有要求 我也特别希望找一个 能够天类般嗓音的一个女的 你有天类般的嗓音吗 为了悟空哥哥我豁不去了 我就为你送上一首情歌 那咱就掌声鼓励 让她唱这首情歌吧 好 来 接下来一起来听迎村 带给我们哲曲 明月几时有 把旧闻起点 不知天上空去 听心情是一年 我一生风陪去 为梦去融语 高树无声海 哈哈哈哈 情无梦情 可思在人间 太好了 长安住的地 无常 无眠 不已有恨 恨是长相隐 心里永远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人情人缺 此时不难全 但愿人成就 千里共产权 谢谢 来 迎春 站到郑翔的旁边 这场太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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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择你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飞真翔最开始的心动女生 选择的是 3号 恭喜你们 今天在现场配队成功 谢谢 两个人可以牵手走向你们幸福的彼岸 2号